中文字幕 李宗盛 插水 假扮跌低 拼佛球 插水在什么意思 炸雪 我炸雪 蕃茄 我只知道说是蕃茄 如果少读的话 铜铁 通常精英巴烧是普通话的 饭盒 鸡饭 饭盒 不像盒仔饭吧 平常都很少说的 所以很少说会继续续续续续续续 可以的 好像很多语言 广东话它有自己本身的意义 可能普通话是表达不了的 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K3的家长 我其实想问多一点关于普教宗那件事 我们是2至6年级都会有的 但是到了5、6年级高年班的话 就好像又会有两班才是 看回它的能力 那你怎样分呢 就是聪明点那些就会去普教宗的一班 是的 没错 我们是广东话说出去口语的 哦 明白 是的 普通话对他们的写作 其实他们会方便 反而会好一些 吴斯桥有个五岁儿子 年初他为儿子选小学而烦恼 在找学校的过程中 他发觉要找广东话教中文科的学校 原来选择没有以往那么多 很多的学术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 根本上用母语去做这个 我们的中文教学才是最好的 原来我那区东区 已经算是差不多有一半是 原来他们说已经很好了 有些地方可能只有三成 最不容易就是 他们用精英班和普教宗挂钩 这件事 其实已经有一个under meaning 就是你用母语教学那些是没那么厉害的 那应该是贬低了我们自己本身文化 自己是母语 我觉得更加不值得鼓励 回归后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学 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 简称普教中 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 由2008年开始到现在 总共撥款2亿2500万 支援了160间中小学推行普教中 目前有超过七成小学 和接近四成中学 实施不同程度的普教中 在你们日常生活里面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广州画 不知道什么形成 普通话的例子吗 豆腐画 豆腐脑 对,你知道吗 有些北方的同学 他们没有豆腐花 你跟他们说豆花是什么花 豆腐脑 这间小学在十年前开始推行普教中 现在由小一至中三 都是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科 在一年班就希望教了基本的平饮线 因为普通话语言打好基础之后 他们是很有信心去说普通话 转了普教中之后 他们那个我手写我口的表现 真的高了 普通话大部分都是接受了书面语 他们如果用普通话说出来 他们写的就不用再转多重 那你想说什么题目 你可以告诉我吗 不知道 为了提供多些机会 给学生练习普通话 学校还鼓励学生 在课堂外多些用普通话 母語有旨意 末日故人情 推手自知趣 I love my song 世界拥有 学生还可以参与普通话话剧 和电视制作 校长强调 这样只是为了强化学生 两文三语的能力 并无意要矮化广东话 教育应该为未来 这班学生在五年十年 或者二十年后 如果能够掌握很纯正 说得很漂亮很精准的普通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准备 尤其是香港我们是广东话 主要的语言 亦都觉得是要保存广东话的优势 所以我们有一些科目是用广东话去教 好教宗 亦都可以在广东话的优势之上 掌握多一个语言 是否乱鼠 我不知道 国语呢 乱虫 何太的大儿子印林 在陈荣光校长间学校 读了六年普教中 妈妈说自己普通话只是半桶水 每次帮个儿子墨书 都只能够用广东话 东边异渠日出 日出四边鱼 江江 那个音怎么懂 我未必帮到它 对家长来说 除了有挑战之外也有困难 因为我们当时都不是普教中出身 普通话去教中文 除了可以提升语文能力 亦都可以提升它 将来在社会的竞争能力 这个呢? 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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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呢? 水瓶 这个呢? 普教中其中一个争议 是学生到底会不会 因为用普通话学中文 而令到他们减少学习 母语广东话的机会 知道吗? 意思上来说最难是接触满神 因为我也不明白它什么意思 平时是否比较少见 这些广东话的鲤鱼 没有 没有,真是极少 上课也很少见到 应该都不会见到 我们家长都不会 特意灌输鲤鱼 因为有时我觉得 广东话的鲤鱼 有时反而比较逐气 在这个阶段 其实我不是想小朋友 学那么多这些 当然是 知道你为何 是 吃人家车 吃人家居 其实广东话的方言 它本身是有深厚文化的 保教中一定不会用的 因为它属于 标准的规范语 没有了那种地方色彩 没有文化色彩 也没有了深层的意义 港大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总监 謝石金 建议学校不用急于在初小 就用普通话教中文 因为阅读能力的表现 和教学语言没有直接关系 五年前 他参与全球阅读进展研究 当时结果显示 香港大多数以广东话 学中文的小四学生 阅读能力是全球之冠 更好过以国语教中文的台湾 其实我没有教过广东话的拼音 但是我们尽快识字 因为原来我们中文字 如果识得2500字 就可以看金融的小说 3500字就可以看完所有报纸 雜誌 所以尽快识字 原来对阅读非常重要 因为阅读一好其实科科也好 借石金建议 在高小才开始用普通话教中文 他在小一同时学英文的拼音 又学普通话拼音 于是就有几套符号出现 他是听不消的 小一小二就可以先解决英文 其实有英文的拼音底 学普通话很快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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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不起欢中文 陈雨玲在读小学三年级 陈雨玲在读小学三年级 原本读开的学校实行普教中 加上要应付TSA 考试压力越来越大 令她害怕中文科 所以说话评估 就转到广东话了 然后去到四年班 她就会将整个普教中变成粤教中 我又要粤语又要普通话 那两边走就很混乱 陈太在上个月帮女女语玲转读国际学校 希望功课压力没那么大 不过国际学校都是用普通话教中文 现在唯有自己在家用广东话帮女女温习中文 知道吗? 没事吧,对不对?还是很不开心吗? 我们不看了,那去吧,好吗? 即是一揭开一本书,压力回来了 然后,为什么我会不会? 那我就会这样 无时无刻 因为不认得那个字 他看到个K 那就读无时无刻 就这样吧 其实这个常常发生的 因为课文有拼音 所以他不记得了,就看看拼音 他们拼音其实是很棒的 但是这样不是等于识中文 你拼音很棒,就是看到那个音怎么拼出来 但你实际的字不懂,就是没学过 那应该是可以学好中文 才去学普通话怎么说 是不是? 我现在不是,就是… 怎么说呢?本末倒字 你们现在全场都搞促销吗? 肯定是外地人 但是可能听粤语就能听一点,不能听一点 但一些… 问价钱那些还可以的 如果不用普通话和他交流的话 可能他听不懂 就是这样的 借浩是广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看到在日常生活中 广东话越来越被边缘化,不受重视 很多服务性的行业都会请我们 不懂得说粤语,或者不太粤语讲 或者不肯说的时候 他通常都会说前苏普通话 一句弹回头 我在自己的地方,说自己的语言 会被人觉得我是一个难相处的人 这是最令我觉得很难理解 月光光照地堂,年沙晚载奔来 借浩说大女仲娶 三年前读幼稚园期间 回到家已经不多说母语广东话 之后他坚持要女女 在家里跟她说广东话 很漂亮 我喜欢说普通话 那你跟什么人说普通话 我跟好朋友 我跟好朋友说普通话 因为他的社交圈子 和他所喜欢的老师 都是用普遇教学去交流 所以他很自然就会是 喜欢普通话 这种状况都是采用了普通话去教学 而摒弃了母语教学 民间也有一种感觉 就是矮化方言 甚至有些人标记 说普通话做文明人 就好像说普通话才是文明的表现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合爱 就是 现在粤语在广州是有一种断层的感觉 有一种这样的危机感在 广州人说广州话 广州话是我们的母语 我们必须要说好广州话 你才可以学其他语言 2010年有广州市政协 建议电视台增加普通话广播 引发撑月语风波 抗议政府推普废月 去年在艺民界有剧团用普通话唱曲来推广粤剧 引来一阵社会非议 粤语是个混血语 是古时候中原的语言 和岭南八月民族的暴落土话 交融之后的产物 再经过历朝历代中原人的迁入 内地这条保育广东话的网络短片 在奴振于四年前的产品 筹办制作 上载一个星期已经有五百万人次收睇 他说现在打着保育广府文化的旗次 推广粤语会没有这么政治敏感 不可以用凡几字 除非它是本身流传来的那些手机 除非那些中华老字号 最近他和文化人合作计划出书 教小朋友用广东话学唐诗 你只要素描以为大家都有手机 可以听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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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沽繁远影迫空进 遗见长江天制流 比如刘、周、刘三个压韵 普通话是会不压韵的 遗见长江天制流的见字 见字就是普通话已经不会单音自用 这些都可以说是看见 但是我们在广州话 还有说我见你怎么怎么怎么 单音自这个见字 使用方法从唐朝流传到现在 我们在粤语里面是可以保留到 粤语其实它会吻含很深厚的文化沉淀 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粤语消失了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广州老城区这间小学 和内地所有学校一样 跟随国家教育政策 除了英语科 其他所有学科都用普通话来教 那么我们来看看课文当中的小朋友 他们又是怎样找春天的呢 请同学们翻开 眼见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学生 不多讲广东话 校长积极推广粤语 鼓励学生在课堂以外 多讲自己的母语 小小包 我现在考考你们了 广州话里面有些画 你看你们知道吗 山草药 你知道谁解释山草药 是什么意思 就是乱说东西 知道吗 眼光光 毛巾 叶丽丝校长强调 推广粤语 是出于保育和传承广府文化 并非要抗衡普通话 现在因为有语言各方面的开始 很多都是普通话是进去 他们可能也会习惯了用普通话去交谈 但是我们不断地去用活动 不断地去提倡 不断地去用广州话说话 他们应该就没有问题去接受这一件事 是一个我们自己本地人 希望可以传承到我们自己的广州话 越不说的话 始终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微 慢慢最后都是小小 不单单语言其很多文化 还有传统项目都是这样 越剧港古和姚小白蓝全都是广州话 其实我们用活动去推动他们 包括不断地去强化他们粤语的氛围 都说民族文化要类类 失火车全会生讨 好 让他们有自豪感 起码我们是广府文化的一份子 我们可以宣传我们自己的广府文化 校园文化是这样一回事 广州民间担心广府文化失传 而诺力保育广东话 我们认为小学生如果要同时 学反体字和简体字的话 基本上只不过会令他们 混乱一些字都令到他们 语文的能力变差 而在香港有民间团体向教育局请愿 反对局方不单单将普教宗 继续定为远程目标 还建议学生要学会简体字 香港目前有超过七成小学 实施不同程度的普教宗 数目预计会逐年递增 不过有学校经过实践之后 决定在新学年会转回月教宗 如何做才能给予人暖心的感觉 但是这是主因吗 这间学校六年前在两个年级 割编一班试行普教宗 学校一直跟进月教和普教班 学生的表现 最后发现两批学生的中文与文能力 没有大分别 他用普教宗班的话 只不过他一个星期内 他就会多了几堂的时间 用普通话来作为他的沟通语言 但是他一离开了那个课堂 他上其他科的课堂 他在他的校园环境 他的生活环境 他依然是用广东话的 所以其实他接触广东话 运用广东话的机会 一定都是比普通话多 所以口语入文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 一科的学习 学得好 其实牵涉的因素是很多很多 你整间学校的配套 他生活的接触面的配套 其实很多东西 最后一班普教宗 会在今个学年毕业 新学期开始 所有学生只会在普通话堂 学普通话 我们希望就是语言还语言 语文还语文 希望做到的就是 以孩子心做孩子事的话 多些从小孩学习 吸收、表达 有自信、有兴趣 这里去着手 我们都会觉得用月教宗 就会好一些 至于家长会不会因为 月教宗而不解我们的学校 我又会觉得随遇而安 感谢观看